很多的业主啊 在装修的时候 就是很在意啊 装修好不好看 但是往往忽略了 有些东西好看的情况下 存在着一些很多的隐患和不实用性 你比如说 卫生间呢 第一点 考虑到是否要强劲兑份 现在很多人都要考虑到 卫生间要下沉 一到两公分 但是很多人呢 忽略了一点啊 就是地漏移位了以后 下水很不通畅 有些地漏盖呢 无法翻开 出水非常的慢 还有呢 地漏里面经常反臭尾 马桶呢 冲水不畅 这些才是你要关心的点 第二点 就是客厅和卧室 是否要通通瓷砖 或者是木纹砖 很多人呢 入住了几年以后啊 才发现 很多的美缝 做好了之后 不是平缝施工 拖地了之后啊 往往的地砖缝隙 变成了统一的颜色 黑色 第三点呢 就是客厅有时刻在装修的时候 啊 吊顶 过多的润云一些 反光灯 过多的润云一些啊 那个灯啊 一开啊 一圈就亮了啊 其实 才发现啊 入住后之后啊 你根本就不怎么开 而且很容易形成光污染 在施工的时候 不光啊 第一个要耗钱 第二个弊端是寄灰 不容易打理 呃 所以你才发现啊 有时候 就是装修的时候 硬装这块 简简单单一点 反而 呃 更好 一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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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